满山满谷的建案广告 是不是让你看得心痒痒 2021年台湾经济表现家 买房了吗 成为现代人的问候雨 位在基隆 有1180户的大型社区 现在只剩下三房以上的大房型 疫情这两年来看房的 来客数增加了四成 而成交量增加了两成 不难看出房市有多热 房市容紧在线 从象征房地产景气的重要指标 329档期就能知道 2022年六都与新竹县市 已有总量707亿元的建案上膛 创下近古年新高 因为去年政府打房 再加上市场上缺工缺料 营造成本上涨 所以导致很多建案都往后 引延到今年的329档期 景气热络房价冲高 建商大举推案 其中新北市量能最多 推案1979亿元 新竹县市年增142% 荣登暗量增幅第一名 高雄市则是年增率排名第三 成本的一个增加 才会导致会有一个错觉 好像整个推案量整个暴增 但其实差异上它其实并不是很大的 营建成本增加 房价涨势林立一去不复返 去年第四季 北北基桃新竹地区新建案 每平均价都创下历史新高纪录 房价实在涨得太有感 政府出手打炒房 而央行也已经第四度调整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信用管制当然是会有相对的效果 因为它针对那些非自用的住宅 给予它的代款程度的减少 那吃的效果不会马上显现 因为口袋生的人他还是先会沉在那里 学者建议央行提高购买第二三户的贷款利率 更能展现打房决心 在此之前央行倒是先宣布升行义码 对房贷族来说 一年的贷款负担马上增加上万元 央行升行义码是跌破大家眼镜的 所以对市场的信心冲击 的确是会有的 可是我们预估这个利空消息 会慢慢的被市场上消化 等到消化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 其实房价上涨的趋势没变的话 它终究还是会回头来买房子 升息不一定能减缓消费者的购买动机 而对建商来说伤害大增的 是不动产放款龙头土银 下令暂停承接土建荣行案 这个部分会对很多想要崛起的建商 会造成蛮大的一个影响 对啊那你说对消费者 对消费者而言 今天土建荣它现代了 相对于变成说建商拿出来的成本变高了 它杠杆变高了 那杠杆变高了 其实这东西就是反应会在我们所谓的售价上面 政府打房风声鹤唳 不过营建成本逐年上涨 政策如果又不到位 反而再推房价一把 而小老百姓永远追不上股价 环宇新闻杨格黄敏诚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